61 Financial 9月1日训 博彩公司PointSpot 周五发布公告称 其已收到了1.75亿美元的第一笔付款 这是来自于公司以2.25亿美元的价格 将其美国业务出售给体育博彩和商品公司Fanatics此前 Fanatics Bedding & Gaming 于5月份提出以1.5亿美元现金的对价 收购PointSpot旗下美国业务 6月19日 DraftKings公布了一项竞争性提案 以1.95亿美元的总体对价价格 收购PointSpot美国业务 并在无债务和无现金 无融资条件的基础上完成 对此 FBG于6月26日将其对价提升至2.25亿美元 约合3.33亿澳元 这叫该公司初始收购价格提升50% 根据协议 FBG交易将分两阶段完成 其中1.75亿美元将在首次完成时收到 5000万美元将在后续完成时收到 鉴于现金对价的提升 PointSpot董事会目前估计资本分配 现在总计约为每股1.39至1.44澳元 有鉴于此 PointSpot宣布将向股东返还4.58亿澳元资本 首批3.154亿澳元将于9月4日生效 公司股价一年走势回顾如下